台中又出现了恐怖情人 一名夜班停车场收费管理员 上班的时候被女友泼洒汽油纵火烧伤 目击民众赶紧拿灭火器来扑灭火事 而她的女朋友也随即被逮捕了 她向警方公称双方有财务纠纷 本来她是想要自焚让男友难堪的 是不小心把汽油泼到了男友身上 熊熊火团出现在停车场火光不停闪烁 不一会儿有人拿灭火器来 瞬间变成一团白色烟雾 被烧伤的男子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那个女生是先淋自己的头发 这样淋下来 后来觉得眼睛不舒服啊 就随便乱泼啊 事发前穿洋装的46岁女子 先到加油站买了600cc的汽油后离开 随即走到汽车场找担任收费员的男友谈判 她不满男友帮忙答应缴罚金 并过户一间套房 但都没有做到 一气之下意图自焚 拨撒自身啊 然后说要给被害人难堪啊 不慎拨撒到被害人身上 然后一时慌张之际呢 那个点燃了打火机 然后将那个被害人烧伤 不过这是属于朱姓嫌犯的供词 女子失后还跑到附近借水帮忙救火 被烧伤的男子意识昏迷有生命危险 女子因为财务纠纷而伤了对方 现在被移送法办得不偿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